大家好,这里是PTE Study真题讲解SST部分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维生素D版本2 这篇的内容和版本1的内容呢,其实是很相似的 只是它在说的时候呢,表述的方式不太一样 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这一篇是怎么讲的 第一句话 第一话讲的是,今天我们将结束对溶脂性维生素的讨论 在这里呢,它引出了文章的一个核心 一开始的重点,那就是什么呢 溶脂性维生素 好了,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他说,我呢,将从维生素D开始 这里呢,引出文章的核心就是维生素D 你再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又说到 我想呢,可能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 维生素D被称为阳光维生素 在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词 那就是阳光维生素 它呢,其实是相当于维生素D的一个统一替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是说 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如果你有充足的阳光 你始终完全不需要维生素D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呢,饮食中呢,是不需要维生素D的 是没有饮食需要的 如果呢,有充足的阳光 这个呢,是这句话的一个主要内容 它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那就是饮食需求 饮食中是否需要维他命D 我们再继维往下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一个真正重要的词呢 那就是它因为事实证明呢 在不靠近赤道的气候中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是否能获得充足的阳光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里它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那就是维生素D呢 它其实是跟什么有关的 那就是跟气候是有关的 与气候有关的 是否它接近赤道 如果它不接近赤道 或者说是接近赤道的话 我们呢,是否得到充足的阳光 好了,这个呢 就是本剧的一个核心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里面说的是 这很重要 因为食品本身呢 不富含维生素D 这里呢,又说到一个新的概念 那就是食品 它呢,其实是不富含维生素D的 abundant我们呢 可以打个X 好了,继续往下看 And that's why milk is fortified But the fortification may not be enough 这句话呢,讲的是 这就是为什么呢 牛奶是强化的 但强化不可能 这里呢,它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 牛奶其实呢 是跟咱们的维生素D 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它只是在进一步解释 说明为什么食物本身呢 是不富含维生素D的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So again, just exposure to sunlight is adequate No need for vitamin D 这里呢,它把上文的内容呢 再进一步的总结 就是说呢 所以呢,只要暴露在阳光下 就足够了 不需要维生素D 也就是说呢 在饮食中呢 我们是不需要维生素D的 前提条件是 我们有足够的阳光 有足够的暴露在阳光之下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吸收充足的维生素D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So vitamin D really isn't the vitamin It's a pro-hormone When human beings evolve We evolved in tropical climates And ran around naked 这里呢,又说了 所以说维生素D呢 它其实不是维生素 它呢,是人类进化时的 一种前激素 我们在热带气候中进化 光着身子到处跑 在这里呢,就说到了 其实维生素D呢 它并不是一种维他命 它是呢,一种荷尔蒙 这里面出现一个新的词 来解释这个维生素 它是一种荷尔蒙 并且呢,在人类进化的时候呢 由于我们在赤道附近 我们进化的时候呢 是进化在赤道附近的 所以呢,这里呢 提了两个概念 一个呢,就是维生素D 它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荷尔蒙 并且呢,它与我们进化的地点呢 是相关的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有大量的皮肤呢 暴露在阳光下 因为我们在进化的时候呢 是在热带气候中进化的 当时呢,有大量的皮肤呢 是暴露在阳光之下的 这里呢,有一个Exposure to sunlight 是这句话的一个重点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所以说呢 饮食中不需要维生素D 这里呢,又提到了一遍 在饮食中是不需要的 这里呢,重复信息 之前已经提过了 没有我们需要记的新信息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句话呢,是说 随着人类从热带地区迁移 他们实际上呢 在食物中创造了维生素D的需求 因为阳光不足 尤其呢,是在冬天 在这里呢,提到了 人类怎么呢 人类它是做了一个迁移 离开了热带地区 离开热带地区呢 所以呢,它有一个需求 需求维生素D 因为呢,它离开热带之后呢 Sunlight 阳光呢,是不充足的 尤其呢,是在冬天 所以说呢,这句话 它其实是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人类的迁移 或者说人类的进化 与维生素D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就是 随着人类的进化 离赤道越来越远 离热带越来越远 接下来呢 他们在食物中呢 就需要了维生素D 因为他们的阳光不充足 仅是依靠阳光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摄取足够的维生素D 好了,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看核心要点 这些呢,就是本文的核心要点 接下来大家花个大概5分钟的时间 把核心要点总结成一篇SST 总结好之后呢 就可以看我们的参考答案了 参考答案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一开始呢,提到了 本文的核心 那就是呢,维生素D 也被叫做什么呢 Sung-Shine-Vitamin 它呢,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维生素 原因是什么呢 Because,这里面其实呢 是没有饮食需要的 如果,条件状于F 如果你有足够的阳光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我们从 意味着如果我们从吃到 搬离吃到越来越远 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能得到充足的阳光 However,引导转折 然而呢,人类呢 搬离吃到Migrate 迁移离吃到越来越远 创造了需要维生素的一个需求 在实物中 因为呢,我们的阳光是不充足的 尤其呢,是在冬天的时候 所以说呢,这就是本篇SST的一个主要内容 好了,这也是今天PTE Study 谢谢大家 如果任何问题的话呢 可以扫描我们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下方的二维码